你看见大宝了吗 没看见 你看见大宝了吗 没有 大宝 你到底在哪儿啊 大宝要是离开了 很快就会回来 你先去我家吧 雪人 你找大宝有什么事啊 我也不记得了 但是我知道是很重要的事 看来只能等大宝回来了 如果大宝也不记得了怎么办 别担心 我有办法 小精灵 你怎么来了 是我们把小精灵找来的 小精灵 你快帮雪人看看吧 回忆之境 我对 我对 终于完成了 好冷了 我要回去了 大宝 你也快回家吧 我才不回去呢 天气这么冷 雪人肯定也会冷 有了 我给雪人围上围巾戴上帽子 这样就不冷了吧 原来你是大宝 追出来的 怪不得一直在找大宝呢 雪人 大宝哥哥那么关心你 你肯定是他最好的朋友 那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没错 我们会让你早点见到大宝的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小雪 你们干嘛 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 大宝 我们有一个大大的情绪送给你 惊喜 不会是最新款的游戏机吧 大宝 你怎么只想着玩 这个惊喜可是比游戏机还重要 比游戏机还重要 比游戏机还重要 那是什么东西 我想不出来 那就睁下眼罩看看吧 晚上你甘心的哭出来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惊喜 啊 我的围巾和帽子 你 你是我去年队的雪人 你去哪儿了 我好想你啊 好疼啊 雪人 大宝不是你的朋友吗 你为什么要踢他 我什么都想起来了 他干嘛不是我的朋友 大宝哥哥不是你的朋友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 事情是这样的 大宝 饭做好了 你怎么还不回家 妈妈 我想再玩一玩 不行 立刻跟我回去 可是外面这么冷 雪人一个人在外面多可怜呀 妈妈 我们把雪人带回家吧 不可以 那样会把房间弄脏的 我会小心点的 妈妈 你就答应我吧 可是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不回去了 那好吧 我同意你把雪人带回去 这样你不后悔 太好了 妈妈 谢谢你 我怕你拢 带你回家去哪儿 可是你一声不吭就离开了 这明明是你的错 什么 你还不认错 这是气死我了 我怎么错了 你说 大宝 你怎么还不明白 雪人遇到高温就会融化 所以她并不是自己离开的 我怎么忘记这个了 雪人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能原谅我吗 雪人 大宝已经认错了 你就原谅她吧 雪人 你就原谅她吧 既然大家都替你求情 那我原谅你了 太可爱了 小朋友们 你们对过雪人吗 希望不要把雪人带回家哦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是好孩子 快让我们进去吧 好的 喂 王后 怎么了 运教老师 你留意一下 好孩子只有三个 不要让坏孩子 进到好孩子教室里 好的 我知道了 王后说 好孩子只有三个 你们四个怎么都说 自己是好孩子 我们真是好孩子 那你们怎么证明 老师你看 我们都有红领巾 对啊 不信老师你看 小雪 你的红领巾呢 就是啊 小雪 不会 你就是那个坏孩子吧 不是的 我不是坏孩子 那你怎么没有红领巾 我 我 我看 小雪就是坏孩子 我们三个都是好孩子 老师 快让我们进去吧 不是这样的 小雪 给你的红领巾 哦 还好我赶上了 太好了 谢谢你西娜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小雪 这是怎么回事 眼睛老师 世界是这样的 糟糕了 这下个怎么办啊 西娜 你怎么了 小雪 我的红领巾 我在家里了 才回去拿的话肯定来不及了 今天检查红领巾 我不知道怎么办啊 原来是这样 西娜 我有办法 你可以先把我的红领巾借给你 啊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你小雪 就是这样 我用完之后 就赶紧给小雪送回来了 看来 小雪是真正的好孩子 小雪可以进入好孩子班级 太好了 小辈熊妹大宝 那你们中间 肯定有一个人不是好孩子 不是我 也不是我 更不是我 你们三个怎么证明 我想起来了 老师你看 这是我的一百分时间 这是我的好孩子讲座 还有我按时完成的作业 看来熊妹也是好孩子 熊妹也可以进入好孩子教室 大宝 坏孩子肯定是你 不是我 你那么淘气 我看 坏孩子就是你 你才淘气 叫你最淘气 你是坏孩子 你是你是你是你 好了不要吵了 你们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坏孩子 我 我没法证明 我也是 老师 我可以证明大宝不是坏孩子 太好了 黑暗魔王你终于来了 老师 我们家里没人 可可发烧了 还是大宝发现 给可可送医院的 所以大宝是个好孩子 嗯 那坏孩子 就是小辈了 不是的老师 我不是坏孩子 小辈 你怎么证明啊 我 我不知道 呵呵 小辈 你还是快离开吧 我要进入好孩子班级了 严谨老师 好孩子 不是靠红领巾来证明的 小辈在家里听妈妈的话 在学校努力学习 所以小辈 也是一个好孩子 警灵现在说的没错 红领巾 并不是判断 是不是好孩子的标准 大家都是好孩子 小朋友们 你们是听话的好孩子吗 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我们推迟开学了 什么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我干嘛要骗你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学啊 哦 怎么过多了 哼算了 我终于跟你接着玩了 哇 大宝 你能听见吗 哎呀 手机怎么这时候坏了 算了 明天再告诉他吧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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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明天就开学了 没错 尹正老师有事 所以我们的假期延长一天 只有一天 哎呀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害我白高兴半天 嗯 对不起 昨天我想告诉你的 可是我的手机坏了 原来是这样 那好吧 我原谅你了 嗯 你只比一个人 一个晚上 一个集体 今天晚上 我一定能把作业写完 大宝 眼镜老师让我通知大家 他的事情没办完 要接着请假 眼镜老师万岁 小雪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学啊 眼镜老师 请了一周假 所以七天后才开学呢 什么 七天 我没听错吧 没错 就是七天 大宝 眼镜老师说了 不能只顾着玩 要赶紧写作业 哎 知道了知道了 没什么事我就挂电话了 耶 太好了 我得好好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玩 大宝怎么挂这么快 希望他可以认真写作业 要不然会被老师批评的 第一天 玩游戏 第二天 看电影 第三天 大宝哥哥 你怎么还不写作业呀 哎呀下周才开学呢 招什么急呀 大宝哥哥 你不知道吗 我们明天就开学了 什么 怎么又变了 小雪不是说眼镜老师请假了吗 大宝对不起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 可是眼镜老师请假了 谁给我们上课呀 当然是我呀 什么 你给我们上课 没错 你们的作业都写完了嘛 明天我可是要检查的 妈妈你放心吧 我早就写完了 我也快写完了 大宝 你呢 我 我也写完了 我得赶紧回家写作业 开始写作业 谁呀打扰我写作业 我是小妹 大宝哥哥 我们又延迟开学了 什么 又延迟 熊妹 你不会再骗我吧 我好心告诉你 你竟然不相信 哼 大宝哥哥 我再也不理你了 难道 熊妹真的被骗我 那我还写不写作业呀 有了 可以这样 不行 不行 如果最后一篇花瓣是血 那就开始写作业 嘿嘿 我可真聪明 大宝 开学了 你怎么不去学校 眼镜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们不是延迟开学了吗 我妈妈有事 本来是延迟了 可是眼镜老师的事情办完了 所以要准时开学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大宝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拿给我看看 完了 我的作业还没写呢 怎么还不拿出来 是不是没写完 老师 对不起 我还没写呢 什么 竟然一个字也没写 大宝 你太过分了 给我写500次检讨 再让你妈妈签字 老师 能不能不让我妈妈签字啊 不行 必须签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早知道 就早点写作业了 小朋友们 你们的假期作业写完了吗 请不要像大宝这样拖联哦 我们下次再见 我画 你是谁 为什么要和我长得一样 你是我画出来的呀 不可能 我就是真正的小雪 你才是个家伙 给我进管理局 好了 现在开始考试 考试是什么意思 小雪 你在干什么 我不要考试 我要去操场玩 大宝 今天小雪好像有点怪怪的 就是 奇怪 小雪不是好学生吗 怎么不听老师的话了 小白大宝 你们也不好好考试嘛 不准交头接耳说话 知道了老师 真没意思 气死我了 小雪太过分了 我现在 就给小雪妈妈打电话叫家长 我和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 老师 你肯定听错了 小雪平时都是最听话的 绝对不会捣乱的 小雪监控 你自己看吧 什么 小雪竟然做这种事 谁让她不光顾读书学习 还欺负人 我回家 一定好好教育她 小雪 这到底是怎么了 啊 招鸡看宝可乐 真好吃 喵喵喵 太开心了 小雪 你作业写完了吗 不许看电视 什么作业 你说的 是绝对废纸吗 小雪 你太过分了 怎么能够自作业 垃圾也扔一地 你再也不是妈妈心中的好孩子了 不是就不是 我开心就行了 对了妈妈 我从明天开始就不上学了 我要在家打游戏 什么 好困啊 我要去睡觉了 还睡觉 我现在就送你去管理局 妈妈 你是来接我的吗 这里怎么还有个小雪 两个小雪 到底是怎么了 妈妈 她是假的 我才是小雪 妈妈 你不会真的相信她说的话吧 我才是你的孩子 我学的妈妈 她是我用神秘画出来的 我才是真的 是她把我送到这里来的 妈妈 你不要相信她 我相信你 我就说 她不像我女儿 这么不听话 原来是假的 妈妈 我也只想学 我只是小雪的另一面 你胡说 我才不想像你一样呢 你天天就知道学习 我不信 你不想和大家一起出来玩 你想做的事 我都替你做了 小雪 你应该谢谢我才是 行了 你别说了 你这个假扮我女儿的人 快给我消失 王后 她是无法消失的 为什么 因为她是小雪画出来的 只有小雪 才能让她消失 我要怎么做才可以 小雪 我问你 你真的不是她说的这样的吗 我 我 其实 我也想出去玩的 其实 我怕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可是考不过 会让妈妈失望的 这样啊 小雪 以前妈妈也有错 妈妈不该只知道 督促你学习 不给你玩耍的时间 妈妈以后 会陪你一起玩耍的 好的妈妈 我太开心了 小雪的心情打开了 假的小雪 就消失了 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记得 老义结合 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检查嘴巴 黄大老师 这是什么味道 今天可是童话王国的爱干净考试 大宝 你先说 你嘴巴里是什么味道 是 是螺蛳饭 什么 大宝你今天吃螺蛳饭 你当成了吧 就是 大宝 你怎么回事 老师 其实我也不想吃的 但是 妈妈 我们今天吃什么饭 我也不知道 你爸爸去出差了 我也不会做饭 那你让我吃什么 有了 大宝 这是妈妈最爱吃的螺蛳粉 给你吃吧 好吧 就是这样 我才吃了螺蛳粉 要不然 我就要喝肚子了 原来是这样 大宝 我原谅你了 你进教室吧 好的老师 熊妹 你又是怎么回事 你嘴巴里 是什么味道 是 是炒豆腐 为什么今天要吃臭豆腐 老师 你先别生气 事情是这样的 熊妹 能不能帮我把招牌捡起来啊 没问题 给你 我的盒子又掉了 还要麻烦你 给我捡起来了 没问题 给你 熊妹 你可真懂事 这盒臭豆腐 就送给你了 不了不了 阿姨阿姨 你吃吧 一定要给你的 你拿着吧 就是这样 我就把阿姨阿姨 给我的这盒臭豆腐吃了 哦 居然是因为做了好事得到的臭豆腐 熊妹 你也进教室吧 好的 谢谢老师 小雪 该你了 你怎么回事 你可是我们班的好孩子 难道不知道 今天是爱干净考试的日子吗 老师 我也是有苦衷的 那我问你 你今天吃了什么 我今天吃了飞鱼罐头 什么 飞鱼罐头你也敢吃 你还想不想考试了 老师 你替我解释 喵 喵 喵 哇 好可爱的小猫啊 喵 喵 你是饿了吗 我去给你买罐头吃 老板 我要买罐头 哎呦 不好意思 鱼罐头买完了 现在只有飞鱼罐头了 你要吗 那就要飞鱼罐头了 就是这样 后来我回去的时候小猫走了 所以我就自己吃了 好吧 看在你这么有爱心的投喂流浪猫的份上 你也进去吧 谢谢老师 小贝 就是你了 你说你吃了什么 我 我什么都没吃 撒谎 那你嘴里是什么味道 我 我没有味道啊 老师我进去了 等一下 小贝 你要是不说实话 以后就没有人跟你玩了 好吧老师 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真的什么都没吃 我只是十天没刷牙了而已 什么 小贝 你不用进去考试了 我宣布你直接零分 啊 为什么 老师我不能得零分 爸爸妈妈会生气的 小贝 你这么不爱感情 连牙都不刷 考了你也是零分 我该 我现在就去刷牙还不行吗 小朋友们 你们喜不喜欢刷牙 喜欢的 把手一一一 不喜欢的 把手二二吧 我拜拜 我们就来给大家的